9月20日中午杜江在微博分享了一则视频 视频中高满四岁的恩恒表示自己长大了 不要再给自己买玩具了 十分可爱 2013年9月19日 杜江和惠思念的儿子杜宇林出生 2015年恩恒参加亲子真人秀节目录制 而受到大家喜爱 20日中午杜江分享了一则视频 恩恒主动向爸爸杜江表示 不要给我买什么玩具了 什么玩具都不要 并称自己已经长大了 网友们纷纷表示恩恒太可爱了 这么小逻辑这么清晰 太聪明了 还有许多网友表示 不相信恩恒能放弃自己最爱的玩具 恩恒你晚上会后悔你说过的话 19日是恩恒大王四周岁生日 杜江通过微博为儿子庆生便写道 儿子四岁快乐 慢慢长大不着急 照片中恩恒坐在地板上 双手举高比为卖萌 表情夸张十分的欢乐 另外一张恩恒头戴生日皇冠 攀腿坐在地上 但这大大的眼睛非常的可爱 遗传老爸老妈的优点 长得十分的帅气